又来了 今天全部都做出的啦 那就是洋葱 我不怕对你说 其实我们孩子不喜欢吃洋葱 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好几个弄了 这个方法做之后 哇 没问题了 就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买洋葱回来 它种在泥土里面的 就是从印度啊 某一样的地方 温过来的 所以我们呢 为什么洋葱是买在泥土里面的 其实我对你说 我很怕吃洋葱 而且我自己不怕 可能你弄的那个方法做之后 也不怕了 为什么 其实洋葱的味道很清香 好像葱的味道 为什么这么难吃呢 就是 因为它的泥土里面 吸收一种养分 可能最重的地方 或者是印度地方 它没有什么好的肥料 全部用尿啊 带便啊 你种它的 所以买在泥土里面 所以我们 一粒洋葱 买回来的时候 你准备吃的时候 吃什么 对你说 从焦正到横也起来 如果你要快的呢 就很简单 你要很快的速度 很快很快的速度 你说呢 很简单 你就拿个盖 盖住来 一个钟 OK 两个钟就OK 比如我 我装点水 装点水 如果你不用我这个方法呢 正式的洋葱很难吃的 那种乖乖的味道 其实是大病味道来的 因为我们的嘴巴 吃到我以前都感觉 哎呀怕怕 我孩子也不喜欢吃 后来用了那种方法 我问我的孩子 好吃吗 好吃 妈妈 我听起来的洋葱很好吃 我踹到了 就是因为 我们的洋葱 就是没有浸水 它尿得 那种肥料的味道 令到我们很难吃 你们以为这种习惯 可能我的嘴巴比较厉害 一吃出来 就觉得不好吃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就是 撂铁 比如说你准备完生 浸的晚餐 没关系 浸整天 温水 温三四个钟 五个钟 温一次水 温到完生来煮 如果煮得 譬如我来不止 没关系 倒掉点水 撂到明天 我撂到明天 我撂到明天 可以拿来 没关系 因为洋葱不会歪掉的 就是如果你想快一点 你说我今晚一两个钟 快一点吃就没办法了 来不止了 可以 那么我们将水浸在洋葱 因为为什么我特别跟你们说洋葱呢 就是洋葱其实很好营养的东西 又便宜 不会很贵 就是因为我们很抗除其他 我本来很抗除其他的 为什么 我就是 你解住了 很快输到一两个钟就可以了 就是要他的洋葱 重新 将那种味道 飞发出来 重新将洋葱吸收的水分 将那种不好的味道 排出水里面 所以我们当我们煮洋葱的时候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很香很香 所以你使用医生 用完一个方法之后 你就知道 他的口 是在哪里 比较医生 你就记得他 我现在站里去很多洋葱 很惊慌了 OK 拜拜 拜拜